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到DSE2021年的第六條 一條關於pH的題目 首先它給了個位置給你一個表情 然後就跟你說Solution有XYZ三樣東西 他們裡面的內容分別是 50cm³0.001mol的HCLAQ 25cm³0.001mol的sulfuric exit 50cm³0.1m的event no-acid 然後給予了他們的corresponding pH給大家 我們去看每一個statement之前 我希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pH其實是怎樣計算的 大家要知道pH是等於負乎H正的濃度 負乎H正的濃度 所以其實pH是受甚麼影響的呢? pH其實是受到H正的濃度影響的 第一,我希望大家知道pH是受到H正的濃度影響 第二,大家要知道甚麼是這個負號 這個負號代表甚麼呢? 就是代表pH和H正濃度的關係是成一個反比 即是甚麼意思呢? H正的濃度如果是越高 墊了一向上 H正的濃度如果越高 pH就會越低 相反,我用黑色筆表達 H正的濃度如果越低的話 pH就會越大 pH就會越高 他們是成一個反比 因為中間有一個負號 是負乎H正的濃度 第三,大家最後要注意甚麼呢? 就是記住 H正現在我們是用concentration去計算的 千萬不要用mode去計算 現在我們要用mode per dm cube去計算 先用mode per dm cube去計算 三件事,大家計算的時候要注意 OK? 我們來回題目了,我們繼續 現在呢 現在呢 他就給你三盒東西了,我希望 找回每一盒solution H正的濃度是多少 OK? 現在題目給了pH 我怎樣找回H正的濃度 我們就要介紹 這一條色的 變化樣子 這條色的另一個樣子 這條色的另一個樣子是甚麼呢? 大家知道lock的base是10 是嗎?lock的base是10 所以如果題目給了pH 你怎樣找回H正的濃度呢? 其實H正的濃度 就會等於10的負pH次方 10的負pH次方 因為lock的base是10 然後有個負號在這裡 所以就是10的負pH次方 OK? 所以如果pH是3的話 那H正的濃度會是多少呢? 就是10的負3次方 我按機,10的負3次方 OK? 我就寫成1乘以10的負3m OK? 如果pH是2.7的 那H正的濃度就是10的負2.7次方 10的負2.7次方 就會是1.99乘以10的負3m OK? 到最後,even no exit OK? pH是2.9 所以H正的濃度就是10的負2.9次方 OK? 10的負2.9次方 數是大約1.26乘以10的負3m 我們分別知道了他們 corresponding裡面的H正的濃度 我們下一步 可以怎樣做呢? 下一步我們就看一看ABCD這四個答案 他就問你以下哪個statement是正確 是correct的 x has a higher pH than z 我們可以看到x是3 二色的pH是2.9 好 為什麼呢? 因為HCl is a stronger exit than CH3COH 究竟這個statement是正確還是錯呢? OK? HCl確實是一個stronger exit than even lower exit OK? 我們寫一條色出來吧 HCl 其實是會completely ionize in water 被H正和Cl負的 被H正和Cl負 而現在我們知道了 H正的濃度有多少? HCl裡面 H正的濃度是10的負3次方 10的負3次方 OK? 我寫 我寫成 後面這個數字 1乘以10的負3次方 現在HCl裡面 H正的濃度是這麼多 OK 好了 到even lower exit CH3COH even lower exit 是一個weak exit 所以它會以雙箭咀的形式 reversible arrow 去ionize 從而變成CH3COH負 以及H正 even lower iron 以及hydrogen iron OK? 根據剛剛我們計出來的一條數 我們知道 even lower exit裡面 H正的濃度有多少? H正的濃度呢 是1.26乘以10的負3m 1.26乘以10的負3m OK? 根據這裡看一條statement X pH是高一點 OK?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甚麼? X的pH高過Z 其實真正的原因 是因為 Z裡面 H正的濃度 是高過 X裡面 XCl裡面的 H正的濃度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even lower exit裡面 H正的濃度 1.26乘以10的負3m 大過 是correct exit裡面 H正的濃度 1乘以10的負3m 這個才是真正的原因 解釋到 為甚麼 even lower exit的pH 是低於 XCl的pH OK? 所以我寫回邏輯關係出來 其實是因為 H正的濃度 然後 in CH3 COOH 是大過 H正的濃度 in HCl 這個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 pH 才會是 even lower exit 低於 HCl 這個才是 真正的原因 浓度才是真正的原因 剛剛才說完 pH 我們是 是關於濃度試的嘛 OK? 所以 如果它說 HCl是stronger exit than even lower exit 這個解釋對不對呢? 這個解釋是錯的 因為這次 不是關於 HCl強不強 弱不弱 其實是關於 H正的濃度試 pH 高 低 其實是取決於 H正的濃度 這次 就不是用 Stronger exit Strength 去解釋了 這次我們用 concentration去解釋 這次不應該用 strength 去解釋 所以 第一個 statement A這個 statement 是錯的 我們不應該用 strength 去解釋 這次 我們用 H正的濃度 去解釋才對 OK? 所以 A 不對 拆掉了 到B Y has a lower pH than X OK? 2.7 是小於3 為什麼? Because the volume of H2SO4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HCl OK? 這個對還是錯呢? 我們照計 H2SO4 因為它是strong exit 所以它會completely ionize 去給兩個H正 和一個收肥 兩個H正 和給收肥 我們計到 H2SO4 H正的含量 H正的濃度 是1.99乘10的負三脂肪 即是大約2乘以10的負三脂肪 其實是2乘以10的負三脂肪 OK? 所以 我們先寫這條式出來 因此 其實我們解釋到 為什麼 H2SO4的pH 會是低於x的pH 如果我們看一看 這個H正濃度和這個H正濃度 其實我們就會知道 因為現在 H正的concentration in H2SO4 是大於H正的concentration in HCl 是大於x的 一個是1.99乘10的負三 一個是1乘10的負三 差不多double的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知道 pH 一定會是H2SO4 低於HCl OK? 那這次 關不關 Folium 視呢? 這次是 不關Folium 視 都是一句 這次是關回 H正的concentration H正的m視 不關Folium 我們計算pH的時候 永遠都是計算concentration of H正 OK? 這次的重點不是Folium 而是overall H正的濃度 當然你都可以說 concentration 其實計法 就是mode除Volium OK? 但這次我們不只是看Folium 我們要看mode 所以我們是要整個 H正的濃度去看 而不是就是看Volium 我們是看mode 然後看mode和Volium之間的Ratio 比例 OK? 那你見到 mode per dm³ H2SO4是2乘10-3 一個是1乘10-3 所以這次pH為何y是低於x 所以這次pH正的濃度 不是直接關於Volium 而是關於H正的濃度 OK? 所以 b 也不會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所以到c c y的pH低於x 1個2.7-3 因為H2SO4 is a strong 大Basic Exit but HCl is a strong Monobasic Exit OK? 當然 你可能會說 這個題目 正確嗎? 為何要說 strain 關於Wheak 關於Strain 我們看看 Y Lower pH than Exit OK? 我們記得看看 Y 現在H2SO4的濃度是0.001 0.001m 而 HCl的濃度 是 0.001m 都是0.001m OK? 大家都是0.001m OK? 然後 Y 低於pH than Exit 一個是strong 一個是weak 其實這次 重點不是 strong 這個字 重點不是 strong 其實大家都是 Strong 但它們的分別是甚麼呢? 一個是 大Basic 一個是 Monobasic 即是甚麼意思呢? 一個是 XCl 是Monobasic 當它Ionite的時候 只會給予一個 H2SO4 相反 H2SO4 它是大Basic 當它Ionite的時候 它會出到 兩個H正的Ions OK? 所以 其實我們知道 0.001m的 XCl XCl和H正是1比1 所以其實出到來的H正 都會是0.001m in which 就是1乘10的負3m 而H2SO4 0.001m 它會出到兩個H正 就是0.001乘2 就是2乘10的負3 基本上就是1.9乘10的負3 這個數 OK?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怎樣找到H正的濃度有多少呢? 我們可以由PH 去推出來 就行 好像剛剛這樣做 由PH推出來 好像這裡這樣做 或者我們可以由一個Exit 的Concentration 去推出來 都行 其實應該推到 大家會是一模一樣的 出到一個數 OK? 這裡乘2 所以其實一個它說到大Basic 一個是網路Basic 其實就是解釋了 為什麼一個H正的濃度 是1乘10的負3 另一個H正的濃度 是2乘10的負3 它是解釋了這個差異 大家一開始都是0.001m 但是為什麼 HCl的H正就是1乘10的負3m 但是H2SO4的H正就是2乘10的負3 就是因為H2SO4是大Basic 而HCl是網路Basic OK? 所以其實C這個答案 是正確的 C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OK? 為什麼一個H正濃度 是高一點一個低一點 就是因為一個是大Basic 一個是網路Basic 所以C 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但到最後我們看看D Y has a lower pH than Z Y是2.7 一個2.9 因為 H2SO4的濃度 是低過 even lower exit的濃度 這個很明顯是錯了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 pH 越低 就代表 H正的濃度 越高 所以 Y有 lower pH than Z 應該是因為 Y 的濃度 H正的濃度 是higher than even lower exit的濃度 OK? 所以這個Stament 本身已經是錯了 不會是lower的 一定是higher 才對的 一定是higher 才對的 所以基本上這條題目 我們知道了 A B dot都不是答案 答案就是 C for cat 一條比較麻煩一點的題目 但大家要看得小心一點 記住 pH一定是關於 H正濃度的 OK? 而這次 題目 為什麼 大家 H2SO4 開頭都是0.001m 但是一個出來的pH是3 一個就是2.7 就是因為 一個是monobasic 一個是大basic的關係 OK? 所以答案就是C 今天第六條 講到你